坑爹你听过不少 可你听过坑母亲坑媳妇坑儿子 连坑三代人的吗 大哥被三弟赐死抢了军位 三弟又被大臣们设计除掉 东躲西藏的老二 反而白白捡了个大便宜 成了魏国的新君 视为魏宣公 这魏宣公一上台 就做了一件在当时 既时髦又公认又出息的事 那就是给自己的太子 聘取一个大国公主 看到国君为儿子聘取公主 还专门建立一个新台 也就是建设在高台上的宫殿 又为他举办隆重的婚礼 大神们对此赞不绝口 一定是想通过联姻 借助齐国的势力 以便日后有所作为 那还要说呢 历经多年内乱的魏国臣民们 终于迎来一个要有作为的国君 他们大心眼里高兴 认为魏国重新崛起 指日可待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别胡说 即使国君那非 这原来是公共媳妇啊 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呢 原来啊 这魏宣公起初的时候 的确是给十六岁的太子姬子 求娶七喜公的女儿 可他派去求亲的人 回来跟他说 齐国公主太美了 简直就是国色天香时 魏宣公便春心懵动 一个邪恶的念头 在他的脑海里酝酿 他先是刻意的对儿子隐瞒了 定下的迎亲的具体日期 然后在迎亲的前一天 又给儿子下了一道指令 让他代表国君出事送过 最后他再精心布置一番 把自己打扮成了新兰官 等太子姬子公干回来以后 黄花菜都已经凉了 年轻貌美的未婚妻宣将 已然成了他的树莫 太子姬子一表人才 又处在血气方刚的年龄 被荒唐的父亲如此欺骗 大臣们都有些担忧 刚刚安定的内国 说不定又要因此 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了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整整十七年过去了 姬子都没有做出 任何让人择舌的行为 他不仅没有丝毫怨言 好似这般渠儒 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似的 反而更加勤奋地修身养性 他的举止风范 贤民大度 深深地折服了国人 魏国的臣民们也满心期待 这个贤民端正的太子 能早一天继承军位 带领魏国重新走向墙上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这份善意满满而又殷切的期待 不仅没有换来应有的结局 反而给姬子带来了灭丁之灾 姬子同父异母的弟弟 齐国公主宣江的小儿子公子硕 看着哥哥姬子一天比一天得人心 竟然开始着急起来 他觉得按照这个形式发展下去 纵使自己非常受父亲的宠爱 恐怕也没有机会来继承父亲的军位了 因此他每天都在琢磨 如何除掉这个绊脚石 终于在姬子33岁生日的时候 让他抓到了机会 这天他同父同母的哥哥公子寿 摆下酒席给大哥姬子祝寿 兄弟二人相谈甚欢 朔却故意来找茬 你们是以祝寿为借口 在密谋策划 要害死父亲 筛权夺国 姬子是个好脾气 不屑于为这类事情争吵 可他越是如此 寿就越觉得弟弟朔太过分了 于是狠狠地抽了硕一巴掌 这一巴掌正中硕下怀 他抓住这个机会 在母亲那里添油加醋 说是吉子密谋坑害父亲 还要把母亲给夺回去 宣将的眼前一亮 闪过一丝久违的光芒 当即差人把吉子请来 宣将含情默默地引导吉子 问他是否还对自己残留着情谊 这么多年来 难道就没有一丝怨言吗 被吉子一一否认之后 宣将的内心充斥着遗憾和不甘 这一切都被躲在门外的朔看在眼里 他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迅速地跑到父亲魏宣公那里 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给他 还煞有其事地说 二人已经做了不可描述的事 畜生 我打死你 按理说 以吉子的为人 魏宣公是不该相信这种事情的 可是他自己本身就不正 所以他总是喜欢 以自己的心理准则 来揣夺他人的行为和心理 因此对吉子的大逆不道深信不疑 不分青红皂白 就把吉子打得皮开肉绽 看到吉子因自己而造罪 宣将心疼地去探望吉子 吉子的母亲 宣将恳求他 不要再连累自己的儿子了 宣将无奈而又不甘地说了句 为什么你当年身为宫女 还能得到年轻的公子金 而我身为齐国的公主 又明明是聘给了吉子 为什么却得不到他 宣将本来是魏宣公的父亲 魏庄公的妃子 魏庄公在位的时候 魏宣公也就是年轻的公子金 就把他给骗到了手 一重就是十六年 还把他的儿子吉子分为太子 而自己是堂堂的七国公主 凌驾给年轻有为的太子吉子的 可命运为什么要捉弄自己 他恨 恨魏宣公的荒唐 他恨 恨吉子的政治 殊不知他这一恨 直接要了吉子的命 见过争着活命的 可你见过抢着父死的吗 处心距离的公子硕 为了能够一举搬到太子吉子 自己坐上太子之位 再次添油加速地把这里的情况 告诉给父亲魏宣公 本来就对吉子不满的魏宣公 把所有的愤怒 全部都加在了吉子身上 说见状又火上浇油趁机怂恿 惹得魏宣公杀心大气 所幸一不做二不休灭了吉子 可是吉子的贤民 举国上下有目共睹 光明正大的除掉吉子 又怕国人不服 于是他便顾忌重演 再再拜吉子外出公干 正直的吉子还在愧疚 是自己让父亲误会了 此行一定要不辱使命 将功赎罪 可吉子的另一个弟弟公子寿 却是一个善良贤明的主 他看破了父亲和弟弟的坏心思 第一时间想来寝宫找哥哥 却被告知哥哥已经连夜出发 于是他急忙追赶 终于在魏国的边境追上了哥哥 他把父亲的阴谋告诉给哥哥吉子 建议吉子赶紧逃命 以图将来东山再起 可吉子却心灰意冷 他认为父亲让儿子死 儿子没有不死的道理 兽没有再劝哥哥 他假装替哥哥践行 故意把他灌醉 然后偷走了他的白色毛羯 兽手之白色毛羯 奔驰到深地 我是吉子 你们是什么人 找的就是你 早就埋伏在深地的杀手 看见来人自爆姓名 又见他裹真手之白色毛羯 确认他是吉子无疑 当即就把他乱刀砍死 割下头颅 第二天一早 吉子醒来发现弟弟不见了 白色的毛羯也不见了 他恍然大悟连忙去找弟弟 却在中途看到了弟弟的头颅 吉子万念俱灰 大吼一声 没等杀手反应过来 已间隔向自己的头颅 先是被国军使乱中气 接着失去了自己的儿子 吉子的母亲宜江上吊自尽 看着吊死的宜江 和面前两颗含冤的头颅 宣江大吃一惊倍感羞愧 从此变得疯疯癫癫 而那个坑了数目坑媳妇 最后把儿子也坑死的魏宣公 从此被国人日日唾骂 在嘲讽和诅咒中 浑浑噩噩噩地死去 那个篡夺父亲杀害哥哥的公子说 虽然如愿以偿地登上军位 却又被国人驱逐 像是一条丧家之拳 灰溜溜地跑到齐国求助 一心渴望强大的魏国 错失了最后一次崛起的机会 从此再也没有雄起过 魏宣公的荒唐 不仅葬送了魏国的前途 更腐蚀了礼法伦常的根基 他的荒唐奏响了 奴隶分封至土崩瓦解的万哥 从此开启了礼崩乐坏的时代 各位看官老爷们 拜托帮忙点赞转发 我是刀刀 咱们下回再说